原标题 亮剑 这两人是军队里的汉将 丁伟为何将他们拱手让了出去 很多亮剑迷都知道 李云龙为何总是可以打胜仗 除了他自身的指挥千夫以外 更靠的是 他身边的那些个能力 能人志士协助 一个人再有本事 没有众多好汉的帮助 依然是成不了大事 而李云龙就有这样的一个好福气 居然能有这么多的能人跟着他 就拿张大彪和孙德胜来说 这两人就是李云龙非常得力的助手 不管李云龙走到哪里 一定都会将这二人急待着 不然李云龙打起仗来 还真是心里没底 但是细心的朋友会注意 就在李云龙被调去了独立团以后 他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身边没有可靠的帮手 于是他就找到定位商人 想要他将调几个人给自己用 其中张大彪和孙德胜都是被点了名的 这也能体现出二人的重要性 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 李云龙如此看重这两个人才 那么丁伟为什么愿意将如此厉害的两个猛将就这样拱手上给他李云龙了呢 要是将这二位汉将留为己用 将来要是上了战场 一定可以创造出不少的攻击 但是丁伟好像并没有搞这一套 而是满足了李云龙这些要人的条件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丁伟太纯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就算留得住这二人 也留不住他们的心 从剧里的一些细节能看出 张大彪和孙德胜这两个人 都是李云龙当年亲手拉拢过来的 这也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李云龙是这二人的玻璃 不仅如此 这二人在进了新妖团之后 一直都很受气助 特别是张大彪 从开始的一个连长 两年的时间 一下子就升到了营长 而且就在李云龙被调走之后 这两人的心思可能早就飞了 既然李云龙都如此的看中这两位汉将 那说明这两位汉将亦是如此 所以还不如答应李云龙 做一个顺水人情算了 更何况这也不是赔本的买卖 李云龙不是给了他五挺轻击枪吗 其此丁伟跟李云龙的交情非常之深 而且还有着过命的交情 这两人早在红军时期就认识了 而且还都是一个战斗班里出来的弟兄 这也的关系怎么会不清呢 而且李云龙还亲口说过 当年在万元之战时 丁伟的队伍被敌人包围 是李云龙带着人帮洗解了尾 当然 丁伟也肯定给老李帮过忙 总而言之 这两人的关系非常深厚 别说是给他两位猛将了 就算是再多两个 丁伟自然也会拱手送上 只不过要看李云龙手里的机枪多不多了 最后 新妖团家大业大 丁伟独享其成实在是有些坐立不安 新妖团是李云龙一手组建发展起来的 团里所有的好家伙 都是李云龙这两年慢慢积攒的 队伍从之前的游兵 散拥到如今1290米的主力团 这期间经历了多少的磨难 好家伙 一下子就把李云龙给踢出去了 丁伟上来就占了大便宜 这让丁伟也是受之有愧 但是命令就是命令 他只好从其他的方面支援李云龙 这也算是对其的一点补偿罢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